在我国刚落幕的一级方程式赛车 9名25到29岁的澳洲男子 大庭广众裸露 还穿上验有我国国企图案的拥护而遭到逮捕 警方目前已经完成调查工作 并会在明天 也就是9人的扣留期戒满后 决定是否要提控9人 警方是援引刑事法典第504 故意侮辱及破坏公关安宁的条文 以及轻微罪案法令第14 在公共场合做出不雅行动的条文 来调查此案 一旦罪成 9人将面对最高两年监禁 或罚款或两者监视的刑罚 面对同胞在他国受审 澳洲外交部长毕少普指出 澳洲人不能以只不过是愚蠢恶作剧的借口 为自己脱罪 因为家有家规国有国法 毕少普也透露 澳洲政府会为9人提供适当的法律援助 但强调政府不会为9人保释 也不会干涉我国司法程序 至于澳洲总理特恩布尔也表明 不会为9人求情 同时不愿意为9人可能面对的判决 作出回应 最后一年纪过载程序 而我还不想加一件事 提供